超市的龙头全联进军熟食 还有面包市场要花20亿元新建一座生鲜处理厂 还有熟食生产线 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营运 另外呢他们也积极的要扩充电数 喊出未来5年要挑战1000家门市的目标 松花季毒淀粉加油到问题奶粉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引起社会恐慌 全联实业旗下全联福利中心 为了加强控管让民众买得安心 又能省荷包 宣告斥资20亿元在五谷工业区 兴建生鲜处理厂以及收拾生产线 做事情都要实在老实 实在真便宜 让大家都知道 没人赚的就好了 其实全联在北中南各有一座生鲜处理中心 不过产能满载 北区中心以及不服使用 新厂房约6000到7000坪 预计明年下半年加入营运行列 另外也将加速展电计划 渴望在五年内从678家挑战1000家电 穷则变嘛 因为变最快的就是台湾 根据统计 全联目前有780万福利卡会员 会员每年消费总金额 占全联总营业额约85% 光是去年营收就高达670亿元 超越量贩龙头加勒福 连锁零售通路中仅次于统一旗下7-11 Fresh World 关羽台北报道